虽然现在没有教练陪伴 但同富国中拳击队选手还是持续自主练习 没有放弃自己对拳击运动的热爱 不过因为没有教练的指导 感觉他们心中对未来是充满无助 很希望有教练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在旁边盯 会给我们很多建议 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多经验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一个教练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教练在支持 他的进步是很快速的 失去教练他也是在下降也会很快 原先陪伴他们三年多的全级队教练 是以代理教师资格进入学校 但因为本年度学校面临学生人数减少减班的命运 导致无法续聘 就让全级队顿时失去教练的指导 议员石清水对他们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关心 没有很好的教练 我想他们除了自己努力以外 我想各方面的技术经验还不如 但是他们的兴趣就在这个全局方面 他们都一直在努力 我想有更好的教练来指导他们 他们的成绩一定更好 为了不让学生们放弃全级的梦想 议员石清水呼吁全者单位能够解决 更希望有外界的资源提供协助 希望我们县政府以及我们社会善心人士 能够对同屋国中的这个全级队能够加以关心 我们县政府在编制方面或是经费方面能够宽列一些经费 聘请一个很有专长的一个教练来指导他们 让他们的这个全级队能够正常的发展 同屋国中全级队正准备10月21号 要到屏东参加全国总统杯的比赛 能否再度拿到好成绩 或是未来该如何走下去 有没有教练一定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 米宇宣华耶怀新的采访报道